下一件呢 據說是鄭大哥的最愛 對... 為什麼 為什麼是他 因為這個是 菁... 菁瑤 菁瑤 我當時買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菁瑤 不過我是看到老的 很老的 他也沒想到買 我跟五千買 你是說長家嗎 其他的長家是不是 那這個長友當初 跟你開價開多少 他跟我開十二萬吧 然後他沒有跟你說 他是菁瑤啊 他不曉得 他不認識字喔 他沒有十千耶 但是他收很多 他已經收四十幾年了 他沒有十千 他都不全部都誤見 一樓到四樓都懂事 一樓到四樓都紅了 我剛開始就收紅了 所以你就是去看 去找 對 你進去找 不是說他想放出來 是你進去挑喔 對 我進去挑的 你看中這個 看中這個他就開價 對 然後殺到九萬成交 你之後才知道說 原來看了節目 別人帶來 原來是菁瑤 對啊 我就很容易了 你真的很開朗耶 沒有做功課的喔 我買回來 我才知道我買了什麼 什麼問題 菁瑤啊 你只是覺得 他看起來是老件 對 有寶光或是賊光 你覺得應該是沒有錯 但是九萬塊 你膽子真的很大耶 九萬塊買一個 我不知道這會是誰 如果說是宋窯來講 所有的窯口的這個胎土 對 都是厚重 你拿拿看 很重 對不對 會輕 你很主持去買 買什麼 弄得很輕 為什麼這個比較重 因為在宋的時候的這個瓷器 他的胎土都是含鐵比較多 所以他都比較重 另外你看這個菁瑤的特色 就是他的腰非常的濃 好像牙膏 你看那是 就很像牙膏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菁瑤的窯辯 你看紅色的 菁瑤的窯辯 菁瑤的窯辯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這邊紅 這邊不紅 為什麼這邊不紅 沒有 為什麼這邊很寬 這個 我就要講 這個在窯裡面 你在擺這個窯的時候 都是有規矩的 一個一個可以往上擺 哪個地方最靠近火源 溫度做最高 這個紅色的部分 叫做還原氧 還原氧 它把它這個 釉裡面的銅 還原成金屬 銅的金屬就是這個顏色 所以這個窯辯 就會變成菁瑤的一個 特殊的這個現象 不過菁瑤 它有一個造型 這個是不是花器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不是花器 這絕對不是花器 但是它這個燒製的方式 遵從古法 所以這也不是現代器 而且尤其是你看它的窯辯 它就這樣留下來 真正的菁瑤是一塊 好像臉上擦菸汁 它不會流下來 流下來的原因是因為 它特別用銅配方 把它滴上去 一燒出來就 所以這一點 必須要給你了解一下 好 我們也評估一下 多少錢好不好 來 請賺價 十萬元 好不好 那我可以來一個菁瑤的評論 好不好 十萬元至少沒有了解 廖老師 那個我現在想起來 當初那個鄭大哥 有打電話給我 你講起來這段緣分的是不是 他有打電話給我 我說 你不要拿來這裡給我看 因為我的店 沒有在幫人看這個東西 你送來節目 他說 我住後面 因為我住後面高中 住南京 這樣感覺香的 不然我給你建議 看你有什麼好東西 你叫節目單位連錄 收集兩車來 對 想起來了對不對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架槓 送菁瑤的殘片 好 我們來看看 發色不一樣 發色不一樣對不對 這個發色就不一樣 這個太刻意了 菁瑤是屬於 那個不能揣測的東西 它的發色大概就是這樣 重也不會像那麼重 顏色不會那麼重 是 所以這個我們給你判定 應該是清防的 清防的 好 這個我來補充一下 這個菁瑤 發色有這樣紅的 在我們故宮裡面 這個就是菁瑤 那為什麼菁瑤會發色 它會有比較紅的 或者是比較不紅的 因為像我的學長 他本身他就是在做窯的 做瓷器的 然後他是自己在燒窯 那他的那個 那個釉藥呢 他取什麼呢 我們他都做紀錄 這是台灣哪一個山 哪一個礦坑口的什麼東西 他回來磨 磨了之 那個磨成粉了之後當釉 燒了之後它會咬變 所以每一個顏色都不一樣 那像這個菁瑤呢 它是在宋代的時候 在咬那個菁舟 這邊因為它的那個陶土呢 是什麼呢 孔雀石含量很高 那孔雀石的含量裡面 有這個銅 所以它的窯邊 這個紅色就是銅 它的發色是這個銅 那每一個燒出來都不太一樣 但是呢 菁瑤它還有一個什麼東西呢 它還有一個特色叫做什麼 走泥紋 蚯蚓 這個走泥紋 就有好像蚯蚓舌過這樣 所以有在判斷 判斷菁瑤上面有一說就是 它上面有沒有這個走泥紋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對 大家都跟正大哥 一起上一課了啦 對不對 再來下一個物件 據說你買的時候 不知道是明家製作 對啊 我不知道 但是你又怎麼知道它是明家製作 我三個我不用拖 他告訴我這件不可能是他的 但是當初你買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衝著這個明家 你是衝著它的造型 對啊 我就看 那就不錯了 上面有一個小童 對 然後看起來的確 好像還不錯 買多久多少錢 可能買兩年多吧 對 兩千百 兩千百喔 是其他藏家讓你的 還是古董店 不知道 在路邊他在拜一些 這對 咖哩嗎 咖哩是 咖哩是 對 咖哩是 路邊的一些可能 他有沒有說是這個什麼 跳蚤市場 沒有 不知道 他都買一些碗片 人有時候人家 人家賣或是去想 什麼都有 都有 這個有的時候 你在那個路邊攤 或者是說那個插搭器 有時候會買到國寶 有什麼 有的人 譬如說 老人家回去了 對 家裡說 這些都是本手 都給他丟掉 扣本手的人說 這個好好你 拿去買 買一百塊也好 是啊 那個攤販說 我買一百塊 可能有人要五百塊 譬如說我們來看 這個 武良大譜 吳祥瑞照 好像整個 好像什麼樣就不容易了 對 是不是 不然的話 如果是仿照或怎麼樣 寫到這麼漂亮 也是真的佩服了 對 我們先來講一下 這個氣形 這個非常簡單 他就是一個日本型的造型的一個 茶食的一個盤子 放茶食的 茶食的盤子 甜點 茶食的盤子 那這個武良大輔 武良大輔 他叫伊藤大輔 他本身叫伊藤大輔 武良 其實他是武郎 旁武 那這個吳祥瑞 對 是他在中國的名字 他曾經在景德鎮 這個幫人家做瓷器 學啦 學做瓷器 他本來是到中國來 那個求佛 是來當和尚 後來還覺得當和尚 沒有 不好玩 他就跑去景德鎮 去做這個 學做這個瓷器 後來他就到這個日本 戰國肥錢 他就開設了伊萬里瑤 這個人就開始有名了 在日本人家稱他為瓷聖 就是做瓷器很厲害 但是後來訪的比較多 真的是武良大輔做的 不是沒有 有 博物館裡面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 我覺得有可能 有機會 有機會 來 評估看看 不然要賣金錢錢 不然我五千塊來買 買嗎 你現貪 我看這個 現貪兩千 我就看這個就覺得很有趣 那如果說我拿來吃麵 結果小孩撈去那裡看 我看他的腹部來吃麵 我也覺得很醜味 買來五千塊再吃個麵很有味道 對 很有趣 他不買 不買 這嫁出來後悔後悔 他想說之後兩千一 沒有 變頭銜 頭銜 變後悔都受傷了 真的 阿哥很有信心 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來 請見價格 兩萬五千元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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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上世紀初 那個 一萬里搖 紡製的 是 紡得很漂亮 整個的右色都很漂亮 所以這個 以前在日本人的家裡 可能是因為戰後 就跑出來了 所以恭喜你買到一個很棒的東西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了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未知或是掃瞄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